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南部开讲 我是吕宗芬 今天的节目要带大家来一趟在地旅行 旅行的地点是彰化县的鹿港镇 在充满古厕和文化艺术的鹿港 有一处由正公所管理的生态路员 不仅成功塑造了鹿港印象 也营造了生态教育氛围 而在鹿港的庙口美食商圈 也隐藏着创下金氏世界纪录的台湾小吃 他们曾经动员近3000人相挺 获得国际关注 节目一开始就跟着我们的镜头 一起深度认识鹿港 很俏皮的写了两句话 就写完一缸水 这个是玩手的玩 进来鹿港生态公园的路员 鹿港小吃业呢 就是结合我们在地美食 结成桌菜这样子 我们现在的位置呢 就是鹿港生态修行公园 这里呢 拥有台湾少见 由正公所打造的一个 梅花路亲子公园 现在就带领各位呢 来去探索梅花路的生态 稍微要做一下基本的消毒这样子 这个的话就是要防疫 就避免把外面的戏剧病毒带进去 所以我们进去的话 要穿一下鞋套 现在我们进来那个生态公园的路员 然后之前是有那个 民众是有进来喂食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开放民众进来喂食 我们这边大概养了六只的梅花鹿 都是母鹿 我们都是养群化的 因为母鹿的话也比较乖 因为之前的话 我们是有开放民众进来 是希望群化的母鹿可以跟民众互动的话 它比较不会受到惊吓 因为一般梅花鹿的话是非常胆小的 它遇到人靠近的话它会跑掉 可是我们梅花鹿因为它有循化过程 它是很乖的 老的就过来了 然后你看我们现在 比较年纪比较大 它比较不怕人 它就会靠过来 你看年纪比较轻的 它已经躲起来了 因为之前的话 我们还有在喂食的时候 它们是跟民众有互动的 所以它只要看到人家进来 它会觉得好像有食物要给它吃 所以它们会靠近 里面没有公路的原因是因为 公路的话它在发起的时候 它会有攻击线 然后我们觉得有风险有危险 所以目前的话 我们是没有引进公路 我们现在里面的路 陆陆续续总共 引进的话 我们有两岁到六岁 那六岁的母路的话 稳定性也比较够 因为之前有跟民众 比较有在互动的话 他们是比较亲人的 两岁的话 因为之前的话 有一些疫情 所以我们就停下来 它是比较跟民众没有互动 比较会怕生 那现在的话你们看 它身上有一点点斑点 其实它慢慢要换成下妆 它还是 因为它要换毛 因为感觉好像有点像 被啃过那种感觉 缺一块缺一块 那是自然的线 想像跟营养不然没关系 因为我们每只路都照顾得很好 都白白胖胖的 它的毛就很明显 因为感觉很丑 所以它是换毛 我也是有交代市医员说 因为大只的 他们有社会地位 比较老的 通常会赶小的不让它吃 所以说在喂的话 大只跟小只就是要分开 对不然老的 绝对不会让年轻的吃 他会把它赶走 所以你们不是去烤一些草 还是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 他自己会去找 找他喜欢吃的东西 绿色的在园区内 商业他也会吃 商业他也会吃 台湾卵树也会 他有时候很连我 会跟你撒娇吗 撒娇也会 都没了 久了他就知道 我们要来喂养 或是来帮他整理 尤其是露鸟里面 他要吃那个鹽砖 鹽粉是一定要好 它的饮用水 这个就是它的饮 那他要的话 它就会来用舌头来铁 你这个铁就算加吗 没有 沒有 我們都讓他自由行動 不限制他居住 在哪裡 他喜歡在外面 對 盡量不要限制他 那天冷的時候 他們自己都會去找地方 有的就會進來 最主要是之前的話 他們是認為說 好像來鹿港就要有鹿 所以說希望有一個地方是 有梅花鹿啊 有鹿可以看的 但是我們 因為我們鹿港 目前的話是沒有任何的鹿場 所以想說因為剛好這邊 有一個空間可以利用 所以把它規劃成一個梅花鹿園 可以讓民眾來看啊 了解一下梅花鹿的生態狀況 防檢局的話 它是有規定每年 都一定要檢驗 結合併 那我們每年都一定會幫他們做檢驗 空間很大 能讓他們跑 有草 飼料 水都充足的狀況下 其實我們梅花鹿 到目前為止 沒什麼生病 當初的話 這邊的話 因為生態公園的話 為了要讓它活化 樹的部分它稍微有整理一下 讓它就是不要那麼多 那麼茂密 然後讓民眾願意進來 用一個比較乾淨的空間 可以讓民眾 可以在看台上面 可以看到裡面路的狀況這樣子 附近的民眾就是 爺爺 奶奶啊 都會帶著孫子啊 就會 因為小孩子知道 這邊有梅花鹿 都會吵著 要來看 來到這裡呢 這是鹿港廟口的美食商圈 那你很難想像 這裡呢 隱藏著 破下近世界紀錄的美食小吃 現在帶你們各位去看看 這一道是那個老街的阿公香腸 現在切好把它擺盤 它是九層塔的 一般的都是那種蒜味啊 高粱的 可是年輕人的創新就是用九層塔 所以味道是很棒的 很提味 所以它特色就是九層塔很多 對 味道真的很香 你沒有聞到嗎 有啊 然後再放點蒜片這樣子 這個是老街的阿公香腸 這個是鹽滷的母蝦喉 陸港最傳統 一隻黑狗可以三萬味的鹽滷蝦喉 陸港的蝦喉有兩種吃法 一種是用鹹酥的 一種是鹽滷的 像這樣子 這個一般人比較可以接受的 對 兩種都要來試吃看 你看哦 這個是 吃起來很像鹹酥雞 炸蝦 西蝦 所以公的是做鹽酥 然後母的是做那個 對 沒有錯 那個時候是憲府找我們來做 這個蚵仔煎餅的新式世界紀錄 那因為出鏡光光 我希望把大家整個的心整合在一塊 所以我們把它結合一家一家去講 講完了以後請店家一間報名 總是有人數才能夠成形 因為說要三千人 三千人我們就請店家 請一些社團來一起來報名 來一起來接人家接人家 接人家來過世界紀錄這樣子 再次報時 現在時間到了16分50秒 16分50秒 慢慢的做 慢攻出細膜 我們英國健身官的規矩就是這樣子 才能夠轉英式出現紀錄 當時人真的超多 其實我很緊張 因為在台上 叫那些學生啊 叫我的社團我的朋友 煎餓啊煎 然後煎完以後 那個評審啊 我們就一煎一煎的去檢查 到了最後 兩千八百多吧 才能夠博士這件事物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 大家很興奮 我們協會中也做了一點事情 關於國際關的東西 大家其實那種想法 當時都很開心 以前協會剛做的時候呢 很多人不認同 為什麼 每個人店家生意都很好 包括老店 包括新店生意都很好 我為什麼要參加你的協會 結果後來我們就一步一步 一直走一直走 走到現在 大家認同我們的協會 人數越來越多這樣子 這個裡面有三種丸子 這個是鹿港的蝦丸 這個是銅絲小丸子 小小一顆手工做的 還有下面這個是漢兵蒸丸 這個都是百年老闆的丸子 用蒸的 那我把三種加在一起 取個名字很吉利 叫做三月的吉利 洋蔥 上菜囉 鹿港的蝦喉兩隻 謝謝 不會 來 這是鹿港的蝦喉 母蝦喉 這是鹹酥的 這個是藕丸 裡面包入吃吃看 挺香的 謝謝 不會 鹿港的蝦喉兩隻 好吃齁 好吃 鹿港小吃業呢 就是結合我們在地的美食 結成桌菜這樣子 那把這個時間留給遊客去玩 美食交給我們這樣子 然後鹿港小吃業真的很讚 吃吃看 來 上菜囉 這個是五粉鵝肩 再來 豬蘿 九成茶香腸 排隊烤大捲 在地的茶點 這個特別是文創的 文香 餅乾 其他是餅乾 明信任的想法 然後再來 這是油藝膏 一斤摘的 再來這個是 蓮花酥 五行湯圓 蝦喉兩種的 刀巴菜包 鵝鵝 麵線湖 肉羹 三圓極地 這邊是彩頭書 蘆蛇餅 還有玉丸 鳳眼膏 這樣子 好吃 超鮮的 超鮮的 其實鹿港小吃業的行程 然後是很多的想法 第一個 商圈這麼多做生意的方面 希望大家都有一個露臉的機會 然後再來是有幸福 有工作的資源 那把這些東西做得更好 更完美 那整個形象 其實一開始大家都不認同的 一開始第一次做的時候 每一家都不出 我們老家裡做的時候 沒有給我 然後後來我是 好我自己做 你們不做我做 後來一步一步 第一年我自己做 第二年我自己做 第三年我說 我說我要做 那你們都給你們做 那講的時候 有時候會想掉人的 一開始其實 大家都很不認同我 因為畢竟我是外地人 台北來的 你一個外地人來這邊做什麼 有一句話叫什麼 黑屁白屁 你都說你黑屁白屁的 然後我覺得 反正我就是要做就對了 我想做 我想要把這地方帶得更好 把我的協會帶得更好 把人心都攏在一起 所以我們做的小吃宴 包括幸福 有幫我們來整合這個 金氏劍進入馬 還有其實在很多的活動 包括社區的活動 我們都去參與 包括一些慈善活動 我們也去每一年去學校 捐一些錢 讓小孩子可以去 像以前國中生 把他們的電腦東西壞掉了 我們來修 出點錢來修 不是很多錢 我覺得就是奉獻 教育從基層開始 大家可能層次就比較高一點 那因為有天后宮才有我們 也要謝謝媽祖父 這麼多年來的照顧我們 這些商家這樣子 我希望它會越來越好 然後越來越美觀 越來越有人潮 其實我很謝謝很多的媒體 很多的貴人 在我身邊一直提醒我 一直提醒我 你要努力做 你不要 你要做方向 一層也不要 不要自己 有時候回去會想哭 是因為我白天做了這麼多事情 我是要顧家裡 要顧店裡 我還要顧協會 其實我是很累的 但是我願意做 為什麼 將來我離開了 至少我曾經做過 我的人生是精彩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陸港的規劃象藝術村 規劃象藝術村呢 裡面有很多的文人雅士 那裡面呢 有一位非常厲害的書法老師 現在就跟著我來認識他 好 陸港 好 歡迎到我們重新書法館來 那我們顯用了古人的 對於書齋的一個對聯 好 重來穗完以嘴臨 對風館清丁樹秀 春音如竊筆 這個古人告訴我們要愛惜時光 他要努力的讀書 他說 物語文中無定力 度量流風格 風地一字一千金 這古人對於我們書房的一個取詮 我們就是書寫了一些小作品 方便大家來攜帶 來回去表彰 天吾禮靈對千吾祭 胡秀甘為魯子禮 這個剛好是牛年 對 對 我們就是配合了這個劑子的內容 就是用新草術的方式來呈現 這一個魯性的劑子 所以老師其實你創作也不僅僅在紙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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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利用不同的名材 來呈現我們古人的經典文技 然後也呈現書法的線條跟結構 這一個貝殼 我們也是用金箔的方式來呈現 一些經典的機子 讓我們成為一個座右銘 關系心包容一切 或者是說以眼見的未來 那可能大家能夠宏觀能夠有眼見 我們寫了一個世維記 古人的世維記 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盛去結協 為萬事開太平 然後我們在各個不同領域 我們都有這種心去努力的話 一定大家能夠社會相和 遊客到我們館內呢 我們也很歡迎呢 遊客能夠自己來動手寫書法 我們準備了這個宮廷站呢 那可以寫一些鼓勵的話 像這個是蹲平路寫 然後也可以自己發揮想像力 書寫另外的一些記子 或者是可以蓋上一些吉祥的印章 可以發揮遊客 他們自己的創造力 呈現有特色的作品之外 三年級的時候他們開始學校有教書法 那他自己本身覺得他有興趣 所以課後他就說他想要再學 那就讓他去學這樣 所以他這方面就 可能自己寫的還有興趣 所以就還蠻主動 那他學的多久 三年級 一年半 他本來就還蠻能動能靜 所以書法只平衡他 因為他運動的時間很多 那所以他寫書法的時候也可以很久 所以就還可以平衡一下他的那個動靜的活動 這樣 你也可以寫上你的名字啊 然後寫上今天 他這樣比較有紀念心 對啊 他寫得很子聯耶 印筆很順暢 然後呈現一個書寫者的自信 這樣很好 對啊 如果他小時候有寫書法的話 他可以訓練手朗並用 那另外一個方面就是說 他透過寫書法之後呢 他將來可以善用這種計法 呈現 譬如說他可以選用各種的自情自貧的話 會比沒有寫書的人更好 譬如說他在製作專家的那個網頁啊 或者是他就可以調到最好的自情 我們的同好或者是我們的同學呢 醒了毛筆呢 我們可以根據毛筆的四德 就是尖 齊 岩 劍 尖就是我們筆尖要尖 那 齊呢就是我們打開筆方之後呢 他的筆毛是一樣的長度 那書寫的時候會更順暢 那 岩呢就是筆毛要飽滿 那 劍就是有彈性 所以 劍齊 嚴劍 這是四德 那我們一般來講的話 還是大部分的也是會選用 煎好 就是良好跟狼好 煎而有之 這樣軟硬適重 彈性也剛好 我現在要寫靜天愛人 那筆用七分 就是我們不要整個筆都按到底 那書寫的話 那個效果會比較好 經過一段時間的歷練之後 可以選用養好 養好的話 它那個筆毛比較軟 但是可以 它的操縫性差一點 但是寫出來的效果更好 好 我們準備了這個大理石板呢 就是讓我們的遊客 觀眾呢 很方便的提筆咒書 享受書寫的樂器 那我們呢 很俏皮的寫了兩句話 就是寫完一缸水 這個是完手的完 那這個呢 另外一個層次 就是我們很用心的書寫 寫完一缸水的話 一定會有一份成就的 喔 是牙齒就出來了 是 你比牙齒 歡迎大家來六天吃宿飯 歡迎大家來六天吃宿飯 重視文化的鹿港小鎮 特色是古厝特別多 除了成為珍貴的觀光資產 也保存了歷史文理的基地 鹿港鎮上有一棟不對外開放的一樓 距今已經有超過兩百年的歷史 在屋主的細心維護下 一樓展現了新生 公視南部開講在地旅行 取得了獨家拍攝的機會 帶領觀眾一同細看 這兩百多年古厝的風采 我們現在所在位置就是慶倉 也是鹿港以前下礁的所在地 那這個地方呢 裡面的一樓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那目前呢只接受了預約的參訪 但是今天呢 我們會透過了公視的鏡頭 帶你各位來探索一樓的秘境 Let's go 洪大哥 我來了 洪大哥 抱歉 幫你教你 謝謝 現在這裡是鹿港有名的一樓 這間屋是有兩百十五年了 我們這個 這個是便服 這也是便服 這也是便服 我給你問 中間這個是燒 有福氣 還有長火燒 不夠我們還有一個大筆進材 還有一個平平安安 這個就是保平安 這個主性而已 我們還有最好復駕的七步 就是車子 我們這裡有什麼不猜神尊 跟不猜什麼狀狗的東西 就是說我們讓人 復駕 土駕 天主駕 在那裡有一個大筆進來 來這裡參觀 就是讓人說不猜神尊 因為他好像讓人 輸了 這個 五號 你們跟這個長火燒 一筆大筆進材 跟平平安安 讓人家這樣就夠 因為在採神尊 沒有被那些人接受 所以說不採神尊 就是最好的一個做法 他面對這是錢 錢和錢 這都是臺灣的 總共裡面有五十塊 這間房子經燒過年 裡面都是可以維修 可以重建 為什麼這個房子比較高 他就是主人的房子 他們以前的人 有什麼房子都比較小 他們以前的人比較散 還沒人吃 沒人現在魚肉吃 都神散 所以他們的房子都比較小 這個以前的冰箱 他這個是在漏水 叫一個空在漏水 這個是放冰箱 臉上才放菜 那臉上跟蟹炒都是有共用嗎 沒有 他放菜 他這個有創一個人人 可以放菜 對 你把它摸一下 它比較有水槍 有沒有 水槍在那裡 有 他這個就是黃豆 他這個有鋪一鋪 他這個就是 我們平常都要補著而已 他外面有那個柱子 再來他再加這個 他這個有嗎 他這個有嗎 對 那兩個道頂鋪比較好鋪 這樣 這樣 這個把它放下去 好嗎 這個放下去 這個瘦鋪 這個這樣鋪不開 這個桃子有這麼有香 這個有香 慢慢鋪一鋪 他撒雞中文才 慢慢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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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這樣 這樣鋪不開 現在鋪不開 鋪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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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鋪不開 你看這個柱子 這種柱子有鋪 這種是原素的 這個這樣 有一鋪 一鋪有嗎 連鋪 這個七外泥 叫做連鋪 這樣也是原本的 你看這個 鋪一鋪 他們是在放 這個柱子 什麼 你放 因為它是柱子 軟的 所以它不可以 不可以 這個柱子 它是原本流 這個柱子 它是原素的 也就是這樣 我合格才給你看 來 這樣 這樣 是這樣 好不好 我也是這樣 我現在走出來 你看你就知道 這樣人可以走出來 這樣 從這裡走出來 這樣閃出去 這樣就出來了 那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 其實不就開一個門就好嗎 以前就這樣 很特殊 是門中門 你看這個連鋪漂亮嗎 有沒有 這個一鋪一鋪 這個原素 這個故來 他自己 這個中 這個比較重 這個後面就比較胖 一年一鋪 一年一鋪 這間 像我一百年 它就有一百鋪 這個柱子很漂亮 這也是以前的 這整個柱子都靠 這都是很重的 剛才正在的 剛才上學習就是看到這次 這次的原素 這個原素 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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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送給你們 這間家是過年的房間 他平常是不能出這個大門 他這個大門 一個人沒辦法 這個大門這麼厚 這都是沒有的 他大門不出 二門不賣 不能賣這個大門 他不能出這個外面的大門 他如果不下去 每一天他在一起起來 他一定要從外面下去 這裡有一個樓梯下去 然後這裡拜見北部 他大概幾年不可以讓人看到 不能說 這六四營室有一個小姐多漂亮的 我們看的 不能看的 他又是好客 他這間是六港的守護 他這裡大小姐 外面下去 他就是外面下去 他這裡 一個樓梯下去 他這裡拜見北部 這是主人房 聽到房 地位最尊責所住的 地位最尊責所住的 這都他撈下去 對啊 這都放上去的 你看 這些很可愛的問題 你看 有沒有 這個樓梯有嗎 這也有 你看這個樓梯很漂亮 有八仙的比較漂亮 有沒有 這個樓梯很漂亮 這都沒有卡洞 青凌青凌的洞 這都沒有 都沒有 是以前的材料比較少 對 這是以前的 所以這種是古董 這個 茶 很順 沒有一支釘 這有 這個雞思木 這特別釘 你看這個連輪 有沒有 這都有 這都有順 這些茶特別釘 炒最怕是怎樣 快到水就破銷了 不要快到水 百年 幾百年都不便宜 有人要保養 稍微給他擦一擦 這樣把它修一擦 炒這樣有方便 把它修一擦 不要卡太多 越融越漂亮 越刺越金 這個化妝 有沒有 這個是鳳梯 這個是烏魯 這個是蝴露 這個也是蝴露 四的蝴露 並且鎖一個錢 錢錢相扣 好不好 八的蝴露 變成一鎖片 好不好 有鎖片 四的錢 並且大吉華 這裡面有 五的大吉華 這個貴女的足度 跟她的衣 這都原本 你看她以前的茶 這個很重很重 這很實在的 這是她的放切的切刀 這是她的化妝袋 這個化妝袋比較有鮮妙 可以收起來 放下去 扣起來 這個可以開一扣 好嗎 放手去掉 對 對 這個可以扣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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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扣起來 可以扣起來 這個都原本的 一扣 你看 以前的秋冬是這樣的 這個 它的水面做 這個有一個鎖片 我們把它拔起來 把鎖片拿去 你看 這個給它做得很漂亮 這個在做什麼 水面的 它會放一些水面的東西 因為這個鎖片有這麼漂亮 很沒辦法 這麼漂亮 它再做起來 它再做鎖片 有沒有 放下去 這個有 柳湯和 柳湯湯 哦 這個廚沒有廁所 沒有廁所 大便是這個 小便是這個 對 我們以前 就要把 雞湯湯 就把這些東西拿去扣起來 這是 過年的環境 它這個看到 是一個人在看的 它有三個 放三個 這個 整個 整個外頭的 放三個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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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人比較 影響不太多 所以說 他們就是 得到 得到 這就是 以前人的監視器就是 有這裡看 看完工有在做工具 沒有 這就是 柳湯湯 如果看 什麼 有一個人來 我就要趕走 才有一個老蹄康 才可以下去 不然我做到 比較多錢 我就趕走 不然 那種手機 人家知道 那個大 大企業 把你們買消費 你還要拚起來 它拚不起來 哪有可能它拚起來 你拚起來 我便把你拚下去 對不對 你看一下 漢白衣 什麼叫做真正的漢白衣 漂亮嗎 這個外膏 可以透過 現在我找 這麼透光的漢白衣 沒辦法找 這腳就放得更高 它這個有時候 弄到 這有安全衝擊 是怕小孩拚下去 這樣就比較多 怕小孩拚起來 在什麼 這個沒下去 這樣 這也原本的 這都是原本的 這個 這個是我們六港的 有名字的書籤 這個 這個 是 這個 是 日本的 茶記住 它是很好的 它這都用 樓下做的 它這就是在放 我們的 底座 有放 底米 這樣 這個下去是 比青的 這樓下很漂亮 這是我們老闆的菜圖 我們老闆的 我們老闆的 你注意看 這個 這個 這是可以 當然 下樓 這個可以更金 這裡有一個 可以把它放去 放樓 所以它那個 雕刻的那個 是縫 可以打開跟關心 對 他們以前的手工 你看看 來 這樣 冬天的時候 他把這批門生去 下樓 他把它放下來 這樣 這個把它放進去 這樣 這批門 我們老闆說 它都沒有介過 因為本樓來 所有的 柱頂全部都害去 只有這批門 沒有害 普通人家都走旁邊的問 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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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以前 做官人 縮定的 他會被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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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有我当国际的商业 欢迎回到南部开讲 鹿岗除了古厕 还有特别的传统记忆 例如土年香布袋细藕 这是早年由鹿岗的工艺师 开发制成的布袋细藕 价格低廉 深受小朋友的喜爱 是1930年代左右 相当受到欢迎的同万之一 接下来我们就透过镜头 来看鹿岗的土年香细藕 以及捏面人的制作过程 这些都是很多观众朋友的 童年回忆 先楼圆 然后再楼长 让它有嚼齿的感觉出来 这些就是那个粘土的工具 欢迎来鹿岗玩捏面人 至少土年香在三十几年到六十几年 这个时间这个地位 让以后的小朋友也知道说 其实鹿岗有一个特有的功能 就是土年香 欢迎来到土年香布袋戏故事馆 我们民国三十几年的时候 就开始做那个土年香布袋戏人 那时候就是因为就是泥塑跟陶土 就是容易破损 所以我们就是工艺师 就是开始做那个土年香布袋戏 那这个时候 因为那时候刚好物资 刚光复物资缺乏 所以那时候就是 在夜市买就是一颗头 一颗头 然后顶多再加一块布 让小朋友就可以把玩 那到了四零年代到五零年代的时候 台湾经济起飞 那大家家户户的一些 旧的棉被啦 窗帘啦 什么都淘汰了 那时候我爸爸他们就是 开始去古物商去收购这些 然后开始把它做成那个 利用花布的形式 就利用那种旧布单 做成一个布袋戏 那这是比较 算是五片式的布袋戏 一二三四五 五片式去车缝起来的布袋戏 那这样到了四零年代的时候 才开始比较有完整的 那种布袋戏的童话 那到五零年代的时候 就是那个电视者出现 有黄俊雄布袋戏 他的演出就是造成大轰动 尤其是史燕文 所以那时候是几乎 每个小朋友都想要 有一尊史燕文 所以就功不应求 因为我们土年香 它是用诗制成的 要经过阴干晒干 也要一个多礼拜 所以那时候就 有那个台湾的商人 他就利用那个塑胶 就用塑胶去做 那那个塑胶 做出来的速度又很快 然后就是量很多 所以马上就可以满足 小朋友的需求 然后再加上当时候 印刷已经开始 比较盛行 所以就整个布材质 比上一代的土年香 做得精美 那这个大概经过十年之后 就大概七十年代 我们就是很多台商都去大陆 那时候就大陆开始人工便宜 然后就开始开发出 这种素质的布袋系 这种素质的布袋系 不管它的额头的重量 还有它的那个材质 整个表面看起来就更细致 那也符合那种 拉起来的手感 符合在表演的那种布袋系 所以更深得小朋友的喜欢 所以很快的这种塑胶布袋系 马上就被这个 素质布袋系淘汰掉了 那同时在七零年代的时候 台湾发展出自己的那个 布袋系就是霹雳布袋系 这霹雳布袋系出来之后 也是更盛行 然后它的偶是比较大支的 然后整个做工就精致 这个手嘴巴都可以动这样子 但是整个铜腕布袋系 就是从土年香一直延续到 素质布袋系 那土年香就是在 塑胶布袋系出来之后 就被淘汰了 那淘汰之后 因为我爸爸 真的想说在民国九十年的时候 我们政府推行那个乡土教育 所以他就是想说 那我们这个以前的东西 就是把它设计成DIY的形式 那重新再推出到市场 那一直到今天 我们就是也持续在推广这样子 这我们一般做香的材料 它的材料是用木屑粉 加上一个南树皮粉 那因为它这个黏性很好 就其实有点像那个太白粉 那那时候我阿公就在日据时代 就是算末期 那时候就开始在做 就是有一批工艺家 就开始在做这个东西 那那时候做完之后 我阿公因为他年轻的时候 有做那个帕小 帕小所以他就想到说 一利用那个锡来做那个模具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那个 线香它就是材质糊糊 就容易掉到地上 而且也容易破掉 所以他就想到说 那也许它可以加一些天然的年纪 比如说就会加太白粉之类的 那所以我们那时候 他就把它改良那个材质 所以现在材质之后 就跟木头就是很硬 掉到地上也不会破 因为几个月前爸爸就是很突然 就是很突然就生病然后就肿 那在走之前其实一直挂念着说 啊我明天要去教学 我这个还没做完 爸爸走的时候 我们兄弟就讨论全说 那这次既然是从阿公开始一直做 他爸爸也很努力 就是虽然他的事业有其他事业 但是他还是把这个文化的东西 继续在推广 所以到了我们的手头上 我觉得我们还是决定要继续让它传承下去 就因为至少土年乡在这个民国三十几年到六十几年 占有一个就是一个童万的一个这个时间啊 一个历史 一个地位 所以我觉得说能够让一日传承下去 让以后的小朋友也知道说 其实我们鹿港有一个特有的工艺 就是土年乡 那这个是当时候的工艺师 然后大家集合力量 然后开发出来的一个玩具 因为当时候没有塑胶 那我们能够在没有塑胶的状况下 能够利用这个材质 然后去发挥开窗 让小朋友能够有一个快乐的同步 这是我们表演用的布袋戏 那我们小朋友看完布袋戏之后 他很想要有 那想要有的话 他们就会早期就是 这个最传统的土年乡布袋戏 这是用木屑去做的 那就是用这个木屑粉加水 然后搓揉变成一个团状 那变成团状之后 我们就利用这个模具来压磨 所以它不用到很湿喔 这样就可以直接 这样就可以压 它中间都是手直接这样搓 对对对很用手 你把它滑出来吗 你怎么样 就是把那个鼻子嘴巴压出来 对 所以它那个黏土应该是像黏土 对就有点像黏土 那干了之后就像木头一样 那是自然干还是要晒干 要先阴干然后最后再给它日光浴 这样就是鼻子没有压成功要再压一次 那把它硬制好之后就是把它硬干让它吹风 那吹完大概两三天后就可以晒太阳 完全晒干 那晒干之后就像这样子就很坚硬 这样除非泡水 不然基本上几乎都不太会坏掉 然后最后再给它上底漆 用白色底漆上完之后 那我们就是用彩色笔或是压克力水彩去彩绘 那彩绘完之后就变成这样子 对 那彩绘完之后我们再利用这个穿衣服 这样子 然后把头黏起来 那这个如果把它黏好之后 就可以 可以把玩了 就是它操作的方法 应该是跟布袋机用这样子 对一样 但因为它这个比较轻 就没办法做特技表演 对 那整个彩妆完之后就可以这样把玩一下 对 为了吸引小朋友能够再继续玩这种传统的布袋系 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些小朋友 比较知道的人物来吸引他们 这是樱桃小丸子 这是花卤 你们以前有没有看过人家在捏面来 没有 没有 课本上有加 社会课本上 现在的捏面很少见了 然后呢 老师在这边做捏面了 已经做了有18年 那以前的捏面呢 你们知道它可以吃吗 可以 可以 用面粉 用面粉 对 所以以前不是用捏面粉 嗯 现在的材质它是改良过的材质 所以它可以永久保存了 就变成说不能吃 以前是不是都没有颜色呢 以前也是有颜色啊 那一开始在做的时候 它软软的不会塌下来吗 不会 它的软硬 它的软硬度是适中的 就不会塌下来 如果过软的话 它也会整个垂下来 会变形 捏面了呢 它的明南语怎么讲 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 不知道 它有一种说法叫做 因为以前就是用糯米 糯米的明南语就叫做煮米 然后还有一个更有趣的说法 叫做好压 因为在早期有没有 捏面了 我们捏好一支作品这样插着 那要把它拿起来 就比较好拿 那我们明南语的好拿 叫做好压 所以这样要把它拿起来 好压 好拿了 对 好拿了 好拿人 有些小朋友来的时候呢 它就是比较有那种企图心 它会想说我要捏那种 比较有难度的 结果捏出来就会比较 不是它想象的 它要的样子 对 真的太难了 所以还是会建议 从基本的开始学习 然后就慢慢的做一个 进阶性这样子 我觉得是这个最简单 我觉得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它的细节上 不容易的地方就是说 因为它 它的眼睛 对 它的东西很细 你在黏的时候 这个动作 就必须要再 要精细一点 比较不好粘贴上去这样子 这个细节比较难一点 那为什么我们做比叶 它是比叶吗 真的吗 变得比较俏皮 老师你做过最难的 最难的捏面了 就是那个 就是比较复杂的 对 像目前来讲 这个算是最复杂的 那现在呢 我们大家来做捏面人 我们要来捏面包超人 然后等一下你们也可以自己 对 你们也可以自己 发挥你们的创意喔 好不好 好 来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们在逛老街 然后看到有一个老师 他说老师傅啦 那觉得还蛮特别的 蛮新奇的 想说捏面人的手法 然后可以把它这样子 活灵活现状呈现出来 就还蛮有生命的 那就从那个时候 然后对他印象特别深刻 就开始接触 那开始的时候 稍微用力的揉油 然后就好像你在搓上眼一样 这样眼睛给你们自己取嘛 来 给你们自己取亮好不好 来 眼睛 我要一个小的大 好 你就是创意啦 可以 因为他的眼睛很小 对不对 那请你先把它这样捏扁扁 这样会比较好取亮 像我们在贴这种小地方的时候 我们就是先这样子一小块 点贴 黏压 戳滚 就是我们捏面人的基本技巧 意思 他把那个腮红的部分 贴成那个 橫圆形的 对不对 有创意喔 都超认真的 以前的那个老师傅 他们为什么能办法做一个 继续生存 他们之前捏的东西 就是比较传统 可是现实层面 我们就是也要顾啊 那我后来我就 我就自己想说 那要不要把它 做一个这样子结合 转型啊 那也可以让 面面文化做一个传承 大家才会知道说 哦 原来面面人 还可以做了这么多 活力灵活性 像现在这个面面 这个就是很现代感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小朋友 大人也都喜欢 如果说你今天是面 这个书摆在那个地方 他能用到的时间点 可能就是在庙会 传统的就是这个造型 那它的手法就是 比较传统的技法 它是一笔成型拉出来的 面粉居多 所以你会发现它会裂 没办法保存 然后我们就会慢慢慢慢地转型 因为算是一个艺术品 然后做出来 没有办法做一个保存的动作 也蛮可惜的 所以我们就把它变成 材质上改良过 那具有收藏性质 做成小型的公仔 捏面公仔 那还有像这样子的一个神兽 可以涌走保存 不会发霉 不会裂 然后又可以供养很小 捏面人跟黏土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 捏面人是完全用传统的手法来呈现 那黏土 现在黏土创作 它就是比较平面式的 去装作一个大型的公仔 也可以说 现在黏土就是捏面人的眼神 你的眉毛好有創意 我是最奇怪又最不笑的 那你的創意展现在什么地方 没有吗 这个是火山 然后它喷那个 也是用那些鞋的 留下来 你的創意是什么 就是 它是想长嘴 还有它的脚 然后它想睡觉又烤椒了 因为孩子教育上就是很多原话 所以他们的那个刺激也多 所以再像捏面这一块 比如说算完年图好了 它没有他们自己的小法杂 它的熔眼 酷喔 最酷的 直接留到最极限 为什么它会有熔眼 因为它是我的 鼻子里你的眼睛看眼 这个就是它创意的地方 对不对 对 学校会邀请我们去教学去活动 那教小朋友也好 像大人也好 对大人 比如说一些老人家来讲 它也算是一个首脑必用 在做一个活化 那对幼儿这方面来讲 就是真的是一个延续传承动作 让我们的下一代能知道 它有捏捏的文化存在这样子 从这边穿进来 然后你就把这个精神的往上推 推到这边 把它内裤包起来 我也非常欢迎就是说家长 带着小朋友一同来DIY 那享受这个过程就好 因为开心 小朋友开心最重要 不管它捏得如何 它能够在过程当中呢 然后获取自信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让孩子慢慢这样一步一步来 不要给他们太大的压力 夜夜的好好玩 我又没有玩 看完今天的节目 相信您对陆港人 在文化和教育的努力 有更多认同 众多古措 不仅避掉被拆除的命运 也有着良善的管理和应用 得以继续见证在地的发展轨迹 南部开讲 在地旅行也会持续发掘 人与土地的故事 带您看见台湾各地的美好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